这个男人为了面子去养牛 一年赔光六十万却不死心 身为门外汉的他养牛花样别出 不仅给牛灌酒 一斤牛应该没事 还为了牛养羞饮 甚至上演现实版的对牛跳舞 他告诉记者 如此养出来的牛一头能卖十万元 不相信不相信不相信 什么牛只十万块钱一头啊对不对 你是脑子有问题吧 就在这个天荒业上 他养的到底是什么牛 记者采访期间偶遇一头这种牛掉到水塘 我们的黑牛还会游泳 这不是碎牛吗这个 像那个碎牛 就这样的一头牛真的能卖十万元吗 直到准备下去的时候 我是把眼睛闭上不敢看 听到边上 他们喊惊讶的声音出来以后 成功了 我才敢慢慢睁开眼睛 看王剑球如何从一个养牛门外汉 蜕变成财富高手 欢迎收看制服经 如果说你想当老板 前期会做哪些准备呢 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叫做王剑球 他就有一个老板梦 为了这个梦想 他在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干嘛呢 练习自己的签名 而且一练就是十几年 你想这名得签得多好看 如今这王剑球已经是走在了创业的路上 他是如何在一个原本陌生的行业里 蜕变成财富高手的呢 这个人就是他养出的牛 有20%卖到了十万元 他今天要在这里搞一场免费品尝的产品推广活动 可大家却被他带来的牛肉震住了 想当看 想当看 想当看就知道了 看着看着看着嘴巴就张不开了 一只就知道了 一只就知道不一样 王剑球的牛肉在吃法上很特殊 居然是吃生肉 这让很多人难以接受 王剑球自己带头吃生肉 总算有胆大的市民也跟着吃了起来 听说好吃 吃生肉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 现场气氛不断升温 王剑球很是得意 一点点啊 少吃点 不能一口下去 少吃一点点 咬一口 也有点呛 这样有了吗 这个是什么牛肉啊 就是牛肉上的辣椒肉 一块吃生肉 那咱们市场上买的普通牛肉能这样吃吗 肯定不可以 就喜欢牛肉当中只有一块肉可以这么吃 这样吃安全吗 安全 王剑球口中的雪花牛肉 最贵的卖到八百元一斤 这到底是什么牛呢 凭啥卖这么贵呢 记者跟王剑球来到了他的养牛场 恰巧赶上工人再给牛毒分拦 没想到刚走进牛场 一头小牛就向王剑球迎面冲了过来 幸亏王剑球躲闪的快 没有被牛撞上 2009年的时候 王剑球还是一个日进抖金的房地产老板 但因为说出口的一句话 好面子的他硬着头皮养牛 不仅花光了全部家产 还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 可仅仅五年的时间 这个外行养出来的牛 五头中就有一头卖到了十万元 最贵的牛肉卖到了八百元一斤 这让很多人难以置信 这十万元一头的牛到底是如何养成的呢 王剑球告诉记者 要想弄清其中的财富玄机 得从他精心为自己设计签名说起 这两种签名 王剑球上大学的时候就在练习 而且一练就练了十几年 原因就是他有一个当老板的梦想 因为未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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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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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必须要做这个工作 不能签个字 有的要老板写的字 真的自己的认识 被人看了就有这个小学生 实际上他不是小学生 1993年 王剑球大学毕业去了上海 学习建筑专业的他 一直坚持在工艺一线工作 指挥的都是跨国公司的重点项目 十几年打拼 从一名技术员干到了项目负责人 年薪达到了六十多万元 为自己的老板梦储备能量 时间到了2006年 王剑球赶到放飞老板梦的时候到了 他回到老家江苏省东海县 成立了一家房地产公司 凭借建筑行业的资深经验 接下了当地很多大工程 王剑球尝到了做老板的快感 今天晚上睡醒一觉 说不定就多了一百万 很有成就感 很有成就感 今天你说的事是 自己在完成一封大戒 别人夸表扬 就表扬王剑球 2009年的一天 王剑球到老家李念香串亲戚 当地领导邀请他回来发展养牛产业 王剑球没多想就答应了 可是回家之后跟老婆一讲 顿时遭到了反对 懂这一块好做 不懂这一块做嘛 人家是在家赌博嘛 你不要做吧 领导叫我去养牛 说行 答应了 这一个行出去了 就得干 不能说今天说行 明天说 哎呦某某是领导 不好意思啊 我老婆不同意 说我干不了了 那领导以后就不拿来当回事 你说话会变的嘛 这个面子很重要 对于养牛 王剑球是个不折不扣的门外汉 但碍于面子 说出去的话不能再收回 只能硬着头皮干 一年下来亏了六十多万 就在大家觉得王剑球 该知难而退的时候 他却做出惊人举动 从自己的房地产公司带走一千万 声称要养出能卖十万元一头的牛 这就是王剑球口中的牛 记者采访时 工人正在给他们调整牛栏 这是养牛场里最大动干戈的事 尽管所有工人严阵一带 围追堵截 但还是出现了王剑球最害怕看到的状况 这样子更麻烦了 感觉你挺着急的 特别着急 为什么 本以为大功告成 没想到清点树木的时候 竟然发现丢了一头小牛 王剑球的小牛犊一头就价值两三万 寻找了半个小时 总算有了下落 有个压死 这水深不深啊 好深了 十几米深啊 还会游泳呢 没想到 我们的黑牛还会游泳 这不是水牛吗 这个 像那个水牛 吊水里的这头小牛犊 不是普通的肉牛 它的养殖周期在两年以上 比普通肉牛长了一倍 每天的饲养成本 也比普通肉牛高很多 王剑球 为什么要养这种牛呢 这到底养的是啥牛 这是在东海县创业孵化园内 进行的一次创业培训 像这样的培训 一年要搞几十次 2009年 王剑球初次养牛失败后 到这里听课 偶然得知 有一种牛能卖十万元 这把王剑球给惊着了 但当他品尝之后 被彻底征服了 吃牛肉以后 第一感觉就是说 真没想到 私上还有这么好的美味 这种牛肉 与普通牛肉的最大不同 就在于能够呈现出 这样红白相间的花纹 好像散落的雪花 故此得名雪花牛肉 最高级别的高档肉牛 按部位划分价格 一斤从80元到800元不等 甚至更高 一头重量在700公斤左右的 高档肉牛 卖价就能够达到10万元 王剑球认为 这个项目 可以拯救自己亏损的牛场 但他必须面对一个 残酷的现实 生产雪花牛肉 在我们国内 应该说在以前 特别是南方这边 是一个空白 所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所以大家也是 都是在摸索 探索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刚开始也没有把握 专家建议 王剑球引进国外高档肉牛冻精 与国内优质肉牛进行杂交 这样繁育饲养出来的牛 有可能出现雪花牛肉 当时 王剑球所在的江苏省 很少有人养过高档肉牛 能否出现雪花牛肉 品质好坏 都是未知数 如果说搓雪花牛肉 那么这个牛的 它的经济效益 会大幅度的提高 因为雪花牛肉 它比较贵嘛 因为一公斤 可能卖到一千 甚至两千块钱 而如果说你是生产出来 是普通牛肉 那么一公斤 可能只有几十块钱 所以这个差异是特别大的 养殖高档肉牛 需要一套复杂的 喂养管理程序 饲料费用和其他费用 是养殖普通肉牛的 三倍还多 然而高投资 不一定就有高的回报 成败的关键 就在于能否出现 高品质的雪花牛肉 如果成功 一头牛能赚五六万元 如果失败 一头牛要赔两万多元 很多人觉得 这像是赌博 劝王剑球不要冒险 专心做房地产生意 一样可以赚钱 但王剑球却说 这根本不是钱的事 这么多眼光 这么多目光 看你看 叫他不要养 他要养 失败了吧 你看 不干了吧 那都没面子 人还是 或者一个 一个是纵眼 一个是有面子 其实 爱面子的王剑球 此时也心知肚明 就凭自己的养牛技术 连普通肉牛都亏本 更不要说养高党牛 这简直是吃人说梦 但他 却想到了一个 提高养殖技术的捷径 也不能这么傻 自己去做这么多平静 自己去没说是很难实现 自己也不会做这种外路的 肯定要找最好的人家 来进行合作 通过了解考察 王剑球选择与一家 在国内从事高档肉牛 养殖加工项目运作的专业团队合作 以每年六十万元的服务费 聘请他们做技术指导 2010年 王剑球搭建了十几栋新的牛棚 用高档肉牛动精 与本地黄牛杂交的小牛犊 陆续出生了 大家把他们称为黑牛 不会往外跑吗 没事 这个就是黑牛了 黑牛黑牛了 首先从皮毛上面看 基本上是黑的 像这种表面带点黄的那种颜色 马上毛再长一层就退了 退了就变成这种黑的了 鼻子是黑的 眼圈是黑的 眼圈是黑的 体质是黑的 这纯度就比较好 那好 牛生性好动 这黑牛也不例外 在记者采访期间 就有牛被顶伤了 这下就伤得这么严重啊 来 打打手 牛打斗受伤是常识 王剑球聘请的技术团队 专门密制了药酒 治疗受伤的牛 配的要酒 一斤酒应该没事 尽管有专业技术团队 保驾护航 但王剑球养的黑牛 到底能不能出现雪花牛肉 品质会如何 依旧是连专家都预测不了的事 因此 王剑球对他的黑牛 不敢有丝毫怠慢 这砖头是干嘛用的 牛吃的口香糖 口香糖 口香糖 对 你看 哎呦 这热饱进口的 这个 它还挺爱吃的 挺爱吃 这里有它需要的微量元素 这些续化牛肉 必须要补充这些 稀有的微量元素 王剑球告诉记者 牛光有好身体还不够 心情好才是真的好 看 这些安装在牛棚旁边的音箱 每天定时播放音乐 今天记得来拍摄黑牛 王剑球很开心 不自觉的对着牛 跳起舞来 出现雪花牛肉的不确定性 让王剑球 生怕在养殖过程中 有半点闪失 就连牛的心情 他都照顾到了 可谓用心良苦 但是麻烦 还是不约而至 小小的牛蒙 让王剑球吃了大苦头 像特别夏天的时候 根本就处理不了 他听着钉的牛 听着马上动 他牛吃 吃饱的时候 他也在钉 牛睡觉的时候 他也在钉 嗡嗡叫 然后这个牛 睡觉也睡不好 吃也吃不好 影响牛的生长 滋生牛蒙的 正是这些牛粪 当时 王剑球的牛厂 存拦三百多头牛 每天产生近一千斤的牛粪 牛蒙让牛寝食难安 很可能会影响 雪花牛肉 形成的几率和品质 王剑球 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 开着车 到处寻找 解决牛粪的办法 一段时间过后 他竟然花五千块钱 买回来一些蚯蚓 员工都笑话 王剑球 是个冤大头 本地蚯蚓太多了 我们这 就是家庭 到处都有蚯蚓 我们家庭都有 他家的好处 很晚点 王剑球花钱买蚯蚓干嘛呢 这蚯蚓看起来 和普通蚯蚓没啥区别 王剑球让工人 把精力出来的牛粪 和蚯蚓放在一起 再像这样 用街杆盖起来 一段时间过后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本来的牛粪很臭很臭 黑的就是牛粪 黑的就是牛粪嘛 通过这个蚯蚓来进行降减 没有意味 一点味道没有 一点味道没有 它真的是没有臭味 反正特强 这个蚯蚓 是日本的大瓶暗号 已经像泥土一样了 很松软的 原来这种特殊的蚯蚓 能够降解牛粪 既解决了牛厂里 牛蒙豐飞的麻烦 降解牛粪 还是非常好的 有机肥料 一粒方 能够卖到五六百元钱 然而 就在王剑球 为自己意外开辟的 财富项目得意的时候 妻子却为钱 犯了难 第一次开始拿贷款 跑银行拿贷款 我说以前都是银行求我 拉存款 现在我得找银行去拿贷款 我天天看这个 这个钱跟流水一样 出去以后 这个牛肉也不知道怎么样 肯定很担心 我真的是非常担心 五百多头牛 一个月就要吃掉七十多万元 到2012年 王剑球已经陆续投入了 两千多万元 妻子的心 一天比一天紧张 这批牛到底能不能出现 雪花牛肉呢 不到最后一刻 谁也无法预知结果 这个投资完了以后 然后呢 经过那个鉴定以后 才能确定 它是雪花牛肉 即使是你生产做雪花牛肉 它也分几个等级 2012年 对于王剑球来说 无比难熬 他的资金全面告急 天天为钱发愁 可牛却一天都不能等 肚子饿了就要吃 就在即将屠宰前的一个月 牛彻底断炊了 急得要发疯的王剑球 想到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这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是为女儿储备多年的 150万教育基金 王剑球被的妻子拿走了 这笔钱 如果失败 连女儿的教育都会受影响 那么这批牛到底能不能出现 高品质的雪花牛肉呢 2012年12月20号 是对王剑球的生活 日贯重要的一天 他养殖的第一头黑牛屠宰排酸后 在这里进行分割 直到准备下去的时候 我是把眼睛闭上不敢看 都听到闭上 他们喊惊讶的声音出来以后 我成功了 我才敢慢慢睁开眼睛一看 这个雪花状呢 按照日本的说法 有四个水平 A1 A2 A3 A4 A5 那头A3一上呢 这水平都算是很好的了 这个厂的 A3的出现的频率 能达到了50%以上 到50%也就不简单了 经过专家的跟踪图载评定 王剑球第一批养殖的 300多头高档肉牛中 卖价在6万元以上的牛 占到了50%多 有20%可以达到 10万元一头的高档肉牛标准 按钮动脑筋 由于在这个去克服困难 想办法不断修整 他的这个思路 我认为王剑球这个同志 如果说是他是在养牛 他如果是不养牛 他养下牛 他的证据可以成功 王剑球根据牛肉部位的不同 推出了20多个种类的产品 价格从美金80元到800元不等 2013年 王剑球的高档肉牛存栏量达到了500多头 销售额1000多万元 现在 王剑球免费为农户提供高档肉牛冻金 牛肚涨到半年后 以高于市场20%的价格回收 带领更多的农户致富 在他的带动下 我们 离岸乡 一个乡 这个平均是人均一头牛 有近近四万头的这个残缆 这个量 那么就是他带动农民收入的角度讲 他一般的时候呢 他至少要每年增加2000块钱 每年 遇到问题 要敢于面对 要积极 把它解决 今天的问题 不要留到明天 我自己的问题会越举越多 因为你脱了以后 这个事情还要解决 你不能说今天脱了 明天就 这个事情又不承担了 而且明天又会有 更多的事情 又发生了 那你不是事情越举越多 越来越来越来越处理 你的问题如果不解决 很有可能就变成恶性的东西了 王剑球作为一个外行 涉足养牛 他将自己的成功 归结为四个字 叫做借力打力 在当今的提倡合作多赢的时代 过去那种单枪匹马的创业方式 已经越来越不适应时代的需求了 而通过社交圈 网络等等手段 掌握更多的信息 寻求合作伙伴 日益成为创业的蓄水池 有的时候 甚至能够起到 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好的各位 如果你想了解节目更多内容 尽情关注官方网站农事网 以及农事网的官方微博微信和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浏览查询 好的各位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致富金的下期节目 为你安排了哪些内容 他干活必须要穿近十厘米的高跟鞋 就是这样一个开朗女人 记者却在她手腕上 发现了一道 她隐藏起来的伤疤 她的生活中到底经历了什么 重新再来 她把臭鸭粪当成赚钱的宝贝 带动当地老百姓一起致富 2013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 她爱美 更爱鸭粪 她是耿国美 2013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